欢迎收看炮新闻 沙巴拿渡海域昨天发生枪战 我国边防安全部队将三名相信是卢榜人质的菲律宾武装分子击毙 同时救出了一名人质 沙巴警察总监拿渡阿都拉西证实 昨天晚上9点左右 7名菲律宾绑匪在拿渡的马拉邦和巴卡比之间的海域附近 企图卢榜人质时被驻守边境的行动部队打个正着 双方随即展开长达20分钟的枪战 安全部队成员开枪击毙三名绑匪 另外两名则被逮捕 当局正追踪另外两名绑匪以及一名人质的下落 而我国部队中的一名军人在搏火中被对方开枪打伤脚步 警方证实7名武装分子来自菲律宾南部塔威塔威 今年内涉及多宗沙巴绑架案 玻璃市州议会昨天表决通过伊斯兰行政法案修正117支B条文之际 马华支支定义州议员许福光没有参与辩论就离席 导致外界认为马华立场暧昧 马华属理总会长拿都斯里魏家祥博士今天凌晨发文告灭火 点名中场离席的马华议员许福光 必须在下星期一的中委会向党高层解释 魏家祥也表示 党中央曾经指示许福光一定要参与辩论阐明马华立场 以实际行动抗议修正法案 无奈许福光背弃党的委托 马华认为 国会下议院才刚一读通过1976年法律改革法令88之A条文 规定子女改教必须得到父母双方同意 但是玻璃市昨天通过的修正案却与中央立场相悖 导致中央与地方法律之间出现极大矛盾 凭韩国电视剧《云化的月光》爆红的韩国欧帕 朴宝剑昨晚旋风来马 今天一早就出席亚洲巡回记者会的第一站 吉隆坡站 23岁的朴宝剑表示 这是他第一次来马来西亚 心情很紧张 腼腆地说 要大家好好照顾他 朴宝剑也形容自己是个吃货 对杀爹情有独钟 最大的心愿就是吃遍我国美食 当主持人问他想要给粉丝什么样的惊喜时 朴宝剑故作神秘表示这是秘密 朴宝剑最后也录香随俗 以一句国语和大家说 很高兴遇见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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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国会今天以234张赞成票 通过对总统朴槿惠的弹劾议案 换言之朴槿惠从今天开始暂停总统职权 成为韩国史上首位无法完成五年任期的民选总统 韩国总统朴槿惠进来丑闻缠身 从纵容心性催顺时干预国务到4月号沉船事件应对无能 加上涉嫌收受汇金 民望已落千丈 韩国民众持续一个月的倒嫖示威抗议 今天有了定案 韩国国会今天以234张赞成票 56张反对票 压倒性通过弹劾议案 朴槿惠即日停职由总理黄教安暂待职务 根据韩国宪法议案通过后 必须承交宪法法院做最后审批 最迟6个月就会有定案 朴槿惠曾经声明 一旦谈合案通过 他愿意在明年4月下台 到时候朴槿惠将会成为韩国史上 第一位无法完成5年任期的民选总统 在超市买东西结账时大牌长龙 网购等送货又是另一种耐性讨厌 不用等付钱和送货 还有更好的购物方法吗 美国电子剧情亚马逊会告诉你 买东西拿了就走 会成为购物的新风潮 顾客从价值上拿了想买的东西后 无需排队付钱 就可以大拉拉 头也不回离开 不过这个拿了就走的概念 并不是免费 顾客用手机APP 在商店的入口处扫描QR Code 感应器就会自动将顾客要买的东西 加入虚拟购物车 拿了商品后却后悔 不想买 不用怕 把商品放回架上就好了 离开商店后 顾客的采购账单将会在亚马逊的个人户头 直接扣账 这种概念超市率先在美国西雅图开始 看似完美的购物方式 真的毫无瑕疵吗 美国专家告诉你 拿了就走的购物方式 尚未解决手机隐私问题 不排除会有有心人 利用漏洞倒刷乱买 加上免去收银员的购物方式 将会导致美国境内 至少350万名收银员丢掉饭碗 另一方面 新加坡丹容巴格尔街 星期三晚上 则有一名最久的华裔女郎 怀疑是因为拒绝缴缴 低试费二人先告状 不仅用苏颜辱骂司机 还突然咬伤女保安的手背 这段视频被网友拍摄下来 上传脸书 成为城中热化 这段视频中 相信是低试司机的白衣男子 为了向女郎追讨低试费 拉着女郎的包包 不让对方离开 女郎则一边叫嚣 要求男子放手 之后将止不下 直接对男子动脚再动手 女郎想回包包后 开始胡言乱语 各方话追须自己多有钱 还有不标准的广东话粗言 辱骂男子 事态越演越烈 一发不可收拾 女郎对前来协调的女保安 拳脚相向 过程中还咬烧对方的手背 针对这起事件 新加坡保安雇员联合会 今天下午发表文告表示 他们已经向雇用证明 女保安的公司提出帮助 而警方已经对案件展开调查 新时代的崛起 要新的经济模式 应付全球庞大的互联互通需求 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 放眼透过中国向世界开放 世界向中国开放的 新双边世界经济政策 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 重点着重在政策建设 经济贸易的发展 横跨欧亚非大陆60多个沿线国家 成为世界未来最长的经济贸易走廊 这个带就是经济发展带 那么以前港口就是港口 那么现在我们要讲 港口要建立一个开发区 沿着港口建铁路到首都 到其他城市 建了一个经济走廊 经济发展带 那么路大家知道 这个就是中文说的 要支付先修路 要快付修高速 所以路是基础设施的一个象征 那么今天的基础设施 就是铁路 公路 航空 航海 油机管道 电力 互联网 它是一个立体的 一个现代化的概念 所以叫21世纪的 那么把路连通了 基础设施连通了以后 贸易更加仓通 投资更便利 人员之间的往来更便利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王毅伟认为 国与国之间签订更多自由贸易协定 就会带动世界经济和资讯的增长 互联互通更是决定了 21世纪的经济竞争力 无论如何 中国政府倡议的一带一路牵涉范围很广 被一日集成的雄伟远景 所以在实施过程中 还是会面对着许多的挑战 如签证通关便利化问题 法律条文 边界管理和技术转移等方面 都在严峻考验着 参与国对一带一路计划的可行性 开放和风险都是并列的 就像小编同志说的 窗户打开了 新鲜工具也来了 但是蚊子苍蝇也进来了 也更加便利了 这有个过程 要管理 像欧洲现在就很 美国现在就有点反对全球化了 说难民危机 抢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更加需要坚定的推定全球化 而不再是退缩 所以一带路就是发出了这样积极的信号 有困难 但中国人说办法总归困难多 一定在解决这个困难的过程中 找到新的出路 所以创新合作模式 一带一路在危机的另一面就是商机 在世界经济复苏低迷法力之际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 可以为世界经济注入一股强心针的经济模式 国际间打造一个双赢的命运共同体 马来西亚适时的搭上这班国际列车 与世界的步伐同步并进 势必使我国的经济变得更加的繁荣昌盛 炮新闻冯仙花报导 中国山西一名男子在超市偷东西后 藏在裤档里 被工作人员打个正着 不过比脏物藏裤档更离谱的是 男子的抗辩理由 究竟男子是如何辩解 新闻结束前带你去看看 我都不知道有了 有了就有了 我即使有了呀 鱼桃嘛 不接价什么头 我们进来我已经提示你了 有没有没接价的 我即使你三遍了 你一直都没说 八十都提醒你了 咋了我挺爽的 就是十一年了 奇怪 信不信 你都与医院了 又拿了一个 又拿了一个 啊 又拿了一个 又拿了一个唱了 咋了 我试试你 我 我试试你 再拿了一个 还要拿什么 还一包啊 你特意包 来大家都看着包 咋 还好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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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 就拿这两个 啊 来两个都是一个 什么都到 好 好 by bwd6